欢迎回来的色星新闻的现场 新闻介绍来看是色星优算的电视台 无人国座党这会关怀社会爱心不留任何 今天在家旗公园家庭告业冠战 京东主办的关会瓦东 虽然天气本领但民众关会的情没减 主播当时非常感谢到关会人的爱心 虽然天气不稳定落到消火 气氛也感到16度左右 影响到民众出门关会 但是在家旗公园家庭告业冠战 由色星电视台跟无人国座党这会 所主办的关会瓦东当中 立正民众一年比起山空海冠出力会 可以捐啦 所以说可以捐的话就可以帮助人家嘛 我想说如果说万一我们碰到需要用血的时候 最起码我们没有说没有奉献过啦 成功我们帮助人 以后没有人也要帮助我们啦 现在有那么多关的 我就是这样 我也要鼓励我们的女孩来关啦 跟我女孩都来捐啦 他想说你要不然你需要就有人来 把你放下去 不一定啦 那你把他放一天这样捐到哪里 应该三十几次吧 因为早起我 因为我很怕打针啦 所以我不敢去 好了 配合关会瓦东 加以关会中心配在两台大型的关会摩市 很顺序的来博物关会人 提供到很好的关会空间 不然国家都会会友在会中五岁美的专页下 专顶服务励的关会人 全体的会界都很热心的来轮班服务 所以要感谢各位 那还有车上的这些服务人员也感谢他们 那我们算是一个义工社团 那也秉持着一步一脚印的那个精神 来服务儿童还有社区 那这一次我们木兰会举办这次的活动 最主要是要呼吁我们的市民 可以用比较热情的心来呼吁 他们可以来参与捐血一代救人一命这种活动 关会一代救人一命就如同快乐关会人所说 为怕主持人的心态当中 因为一家的关会机缘 亲亲感受到有能力救人命的能力 如今在社区当时都会冠出力会 协助需要的人 各自这些电视台 以及无人国际当这些会 同样兵器 博物社会爱心博助的精神 一生力心赞助公业活动 世新新闻 曹敏冬 各自采放报道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